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12日 今天下午又看了很多网上发表的文章 其中有一篇文章讲到美国前总统川普 现在已经有一个明确的表示 要竞选下一届美国总统 要和拜登再次对决 上个月川普刚刚表明了这种态度 那么现在那个态度更加强烈 那么当地时间11日 美国媒体援引了拜登资深顾问的话讲 说拜登知道下场下次大选 与川普可能再度交锋 他将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两个有意思 两个一个是 到了2024年 人们就有机会见到了 时任82岁的拜登 与78岁的川普 再次争夺总统的宝座 这么一看好像我还年轻 我都觉得我很碎老 原来到了毛迪子年 还有古希子年 互相之间还要比拼 这的确是精神可嘉 我今天看到海外的外媒网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到这个前总统川普旗下的 位于新泽西州的有一个组织 叫川普全国高尔夫俱乐部 即将举办一次活动 第一场这个筹款的活动 这西方是动不动是公开筹款 不像总共当官私下收钱 那属于贿赂 他这个属于公开的合法的 开具发票的 免税发票 用于公益事业的 那么这场活动 由支持川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发起的 这个非常的 这个文坎太高了 说是这个最低入场券价格是25万美金的 我的天哪 25万美金在这买个房子 投款都可以 是吧 这个你说这个 我也觉得奇怪 到他这种参加会的人都是有钱的人 你说没钱的人 这不也就没权利了 是吧 好像也不是太公平 但是没有办法 给大家看这篇文章网上解读 你看川普似乎被人们所遗忘了 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川普 我冷然支持他 但我觉得 现在拜登的表现比我想象的好得多 我原先最担心什么 就拜登上来以后 尤其他儿子亨特拜登 被习近平及其扶持的民营企业家 燕姐明 这个华兴收买了 担心他和中共勾兑 妥协 甚至暗度陈藏 会延续中共专制同时 现在看来好像不太像 川普也不一定比拜登更反共 或者反过来讲也是一样 拜登比我想象的在反共方面 好像来得更富有团队精神 集中集体的智慧 由于他做了四十多年公务员 在官场是老游子 特别是当年在布什那届政府 曾经打过伊拉克战争 那时候他是叫外交委员会 外事委员会的主席 所以他有经验 怎么能终止这种专制同志 川普没有经验 拜登更加老道 所以你看他善于发挥机体的智慧 就他自己本身给人感觉好像 体力不支 有的话都讲不全 但是好像他人缘不错 能领导一个团队 团队只要有本事就可以 对不对 其实不论是中共还是 这个美国这个共和党啊 民主党里面 任何党里都有人才 都有高人 就看你用人 是不是能够用到这个合适的人 中美贸易战一条都讲过 如果是用汪洋 就比刘鹤好多了 当然这是另一个议题了 我要讲就是这个 川普这次搞这个活动 这一个人是25万 10个250万 100个就2000多 你想想这个 这晚会这一场 这不就搞了钱就很多了啊 看来这个西方 美国呀 这个有钱人还是多得很 那对于那些 这个亿万富豪来讲 华尔街大老板 扔出个30万50万 就像扔出一枚硬币一样 这个爵士确实凌人警探啊 那么你可以想象 他这个活动如果成功的话 那一下就可以搞到 很多的经济方面的利益 有了这个钱以后 你就会聘请人才啊 靠着大家一起努力团队 来推动竞选 所以相信这个 将来这个下一次竞选 一定是很精彩啊 是当地世界29号 拜登在国会发表 任职百日 上任百日演讲 宣传自己吹嘘大好形式 我认为他整个来干的 比我原来想象好得多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 一个是他特别有经验 再一个他这个 注意发挥大家的智慧 同事们关系处得比较好 另外一个给我感觉 似乎他运气也不错 这个各种原因 那么所以说 我认为这个未必 这个川普下次就能成功 就在看拜登干的怎么样 现在还不能过早下决论 那么在这同一天 说是这个川普也叫板 这个拜登 说同一天川普接受福克斯新闻连线采访 说批评拜登正在破坏美国 表现自己百分之百 考虑再次参选总统 这个表述和以前不一样了 刚开始他说我还没考虑好 现在已经考虑好了 想一想还是当中共过瘾 现在虽然这亿万富豪 每天在海湖庄园里打高尔夫球 但是那太寂寞了 对他这个年龄来讲 钱已经没有意义了 就是做点事 做点事业 没有什么比当总统更大 更大的事业 这个他是 我认为他很后悔 因为当初我认为他要如果 这个早一点 这个在这个台湾的问题上 这个如果他能更 这个主动的行动 或者说他能在这个 和这个班农的合作方面 更接受班农的观点 他现在早改变历史了 也不能假的 这个我听我昨天听那个郭文卫讲一个故事 他说这个 班农曾经纳瓦罗还有班农都把这个严厉梦这个观点告诉川普了 川普不相信 川普接受 这个看来说后来这个川普这个 但是当时川普接受了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呢 关闭边境 就对中国旅游禁 这个事儿很多人反对啊 呃 那把罗就跟他讲是这个人传人的就非常严重 这是这个实验室里搞出来 呃 那时候川普还还相信这个呃 扶齐的方 认为这个人怎么会这样 中国会这样不会这样 还认为习近平是朋友 哈哈 所以说说现在后悔了 的确那时候如果他他他这么认为的话 那现在可能这个这个世界就已经在改变当中了啊 这个是今天弄第一件大事啊 这个时间都不再回来 或者是当时他那个派外交官到台湾在空中不是转一圈回来了吗 呃 走到那个地步就不要转回来了 一直往前走了 管他了是吧 那不行就就就脚吧脚亮吧 对不对 他总有一天要要摊牌 呃 晚摊牌没有机会了 你看他现在呃 这个已经不助长美国的事物了 对不对 做了这么多的蝴蝶 就是很很可惜的啊 其实政治人物有的时候就一念之差啊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 他是走错了一步啊 呃 既然反共嘛 就反到底了 是不是 政治家嘛 他肯定后悔来不及的啊 他可能是不是想在下一季 2024年的时候再说 到那时候事故境迁 说那时候共云党已经垮掉了 呃 共云党只要一开战 我讲过 不会长过40天 因为他那个民意基础是太脆弱了 人家恨 没有不恨的 连习近平本身他都他都恨 他不恨呃 他爸的晚年怎么会那样 他不恨他他前期是为什么移民美国 没有英国 他不恨他姐为什么加拿大 他小舅都不够打了呀 这个人都是 他现在为什么赞赞共产党 呃 赞赞毛泽东专制集权统治 是因为他因为这个是回忽他的权力 因为他一旦失去权力你就清算他 他想了一下 这个啊 这个权衡一下还是走到黑一把 反正已旧旧的东北花江啊 赶到这个程度也走不回去了 呃 只好挺挺到底了 所以这个川普啊 呃 呃 我认为他下一次精选的上来的可能性并不是太大 那当然还要看历史是怎么个过程啊 就是以后的形成怎么发展 说是 4月10号 川普在位于佛州的海湖状元发表演讲 极力表达对2020总统大选中败给拜登的不满 他向自己的支持者保证 说2024共和党的宋冬会员人将最终入主白宫 这个其实在谈这个大选意义不大了 你即便说已经论证点票 说是你吃了委屈了 但现在已经是你做手饭了 对不对 就是一个窃选 那也没有办法 这个生活就是这样 有很多事情都是不公平的 那么说是3月底拜登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 他的计划是竞选连任 同样也会尊重命运 也就是说拜登你别看他老 他也不服 他要连任 连续干两届 按照常理的美国总统结束第一任期后 都会抹求连任 但在去年拜登11月升选之前 对他的师父有意思 2024 抹求连任的质疑声也分支他来了 其中首要因素就是他年龄 现年79岁的拜登已经就职使年龄最大的美国总统了 年龄的确是个问题 但不是最大的问题 有的人你看到年龄大 经历非常充沛 这个有的年龄很小 60多岁就 五六十岁就已经心碎老了 我基本上属于这种人 什么事不太愿意 太争强 反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有些事就 你看我就是讲讲 谈谈这些敏感话题 就先聊吧 这本人实际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 也只要一听开会头疼 真正中国成立民主国家了 就回到我的家乡钓鱼 然后就是埋在那个家乡 如果习近平一直统治到 那很久啊 回不去了 在这就找个地方完事 就无所谓的事 我讲的是什么 有些事 这个费人所愿 人生都是不完美的 是不是 所以这篇文章讲到 川普的高级顾问 叫杰森米勒畅帅 说如果拜登继续搞炸经济 民主党人可能甚至不会 让他成为总统候选人 现在民主党内 也存在很多问题 和共和党一样 共和党一样 两个党都在互相指责 本人对经济问题了解甚少 说不好他们两个经济政策 到底怎么样 但给我感觉还是 在经济方面 还是川普干得好 你川普懂 他本身是企业老板 他觉得这篇文章说 对于可能和川普 在2024年发生的较量 拜登本人表现得很有信心 并对川普及共和党 进行的调侃 其中他讲到说是在一次记者会上 这个拜登拿这个川普当笑料了 在会上说川普这样做是必要的 说我的前任总统 天哪 我想念 就是兜头玩的 特别是这个副总统哈里斯 那更是调侃这个川普到了一种 不屑已顾的这个程度了 因为女人嘛 他这个想法和格局都不一样 这个他甚至是听说这个川普要 这个竞选啊 大声大声笑起来 一旁的记者和群众都跟着笑 当成笑话 但你不要当笑话 当年川普竞选的时候 不是说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政治素人 他这样的人根本干不了总统 结果人干的还是很好 对不对 干的相当有特点 就不能那么看 人都 你不到那个位置上 你就别说人家干不了 尤其中国 你看现在那个监狱压了很多政治犯 你想秦永敏啊 是不是啊 那个徐自勇啊 这个还有这个失踪的这个高志胜啊 有些人看不起 其实他要干的话 比现在这些领导人强千倍百倍 你看那个高志胜写那个叫2015起来中国 2017起来中国啊 那年他的思想是很开阔的 写的联邦共和国的这个宪法呀 现在干的话能干好 问题是没有机会 是吧 也现在不能说没有机会 就是暂时没有机会 因为 共产党是 战这个毛坑 他不但不拉屎 还整别人 把毛坑给你毁掉了 他整自己顿的 他也不办事 是吧 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没有办法 他宁可坐在那个分坑里 他也不改革 那么这个对面报道 这个讲的这哈里斯 这哈里斯其实就是跟拜登占广了 对不对 估计他背后还是有民主党 有一批人啊 深层政府啊 影子政府啊 这个都是代理人啊 实际上 就美国的政治 你往后挖一挖 也不是我们想象 也挺黑暗的 我现在越来越感到 过去很幼稚 认为美国司法就独立 也不是 美国司法也不独立 你看那个川普那些竞选 这个事 打着官司都输了 明明是不公平 他是输了 甚至川普自己任命的大法官 也保持沉默了 你看 人也没选好 但是肠子悔情了 没有办法 就说明什么 说明人性自恶 所有的权力都使人腐败 共产党尤其腐败 但是你民主党 共和党 任何党内部都有 祖宗 都有腐败分子 只不过共产党尤其可恶 尤其腐败 因为他没有任何监督 美国相对还略微好一点点 最起码 我们还可以在网络上骂一骂 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 在中国试试看 你要在中国能发表这么四天 讲西级不好 讲一半 警察就破门出 我直接把你靠上 然后把你放在 看守所里这么一放 他就不管了 所以但是在加拿大 美国就很难了 这是应该讲 还是一个进步 那么这篇文章讲到说 这个哈里斯 在对大西洋 月刊记者爱德华采访当中 对这个川普进行了嘲弄 但是不要忘了 UVTX说不定川普真上来了 这上来 如果他真能上来 富有戏剧性 他肯定就会扁足了劲 首先是消灭共产党 到那时候 他可能就绝对不会入狱了 再不像以前那样 还把这个 这个习近平 是我的朋友放在嘴上 到那时候 可能一上任就开始开干了 所以这个习近平已经知道了 他所代表的共产党 和美国打交道 就剩了三年多一点时间 如果他再不能在这个期间 实现他的狂妄的时候 解放台湾的梦想 我认为他已经没有 没有任何希望 他打台湾是早死 不打台湾 在北京这么昏下去 官场是等死 什么都是终结 因为这个共产党这个政治制度 没有任何活力 真的是很可恶的 一定是灭亡了 因为美国无所谓 美国这种政治体制 它是一滩的活水 不断的换 别看他两党都 都到最后 他都有共同特点 都对于这个集权 是不包容的 他本身是个民主 民主效率低 办事程序慢 但是他是比较干净 总共是快 但是他这个祸害 全世界的速度也快 倒的也快 那么这篇文章讲到说 对于这个 拜登应战川普 民主党信心十足 美国甚至有媒体吹捧 一些民主党人表示 如果政府的支持率 保持较高水平 他们预计拜登 将不会败给川普 民主党战略分析师 叫斯蒂·塞泽尔提醒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 想到拜登和川普 会再次证明的交锋 拜登的团队 为此做好一切准备 这两党之情是好 如果中共垮掉以后 中国将来肯定是 多党制的社会 和美国加拿大都一样 以后所有的国家 都是民主制 司法都是独立的 到那儿做生意 什么通讯工具 你都可以用它 因为这些通讯工具 本身没有阶级色彩 没有政治色彩 就看你谁用 都是民主国家 都有底线 都互相尊重 那谁的手机 谁的什么网络 这些都可以大家的共享 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赶上 但愿早一天实现 那么今天的海外 其他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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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